Yo,我是CiaoCiao 我是Miko 相信大家买车都知道 车的保险是什么啦 但你们除了知道 这个车的保险的价格之外 其实你们知道它的制度是什么呢 而且你们知道 车险自由化又是什么没有呢 今天我们就来访问一些路人啦 到底他们知不知道 什么叫车险自由化 诶,去改改之前 就先把我们服务一下自动机器哦 Let's go Let's go 你有自己的车吗现在 呃,有家里 呃,自己买就没有 呃,是家人的 对 你自己有自己的车吗 有有有 呃,有一辆 有一辆车 呃,父母有给我一辆车 呃,家里的 这样如果你今天买保险的话 你觉得什么因素 你是考虑到最重要的 看它有cover什么 哦,看它包括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大概好像上到车啊那一些的话 会就是可以 可以吗 保那个车多少了吧 或者是还有人生自己的咯 就是保自己跟保对方 呃,不知道 我看哪一个便宜就买哪一个 便宜就买哪一个 对,看哪一个适合我自己 我就买哪一个 如果没有错是没有换过啦 没有换过车嫌公司 呃,就是那个Agent介绍 就觉得这个会比较好 这样子啊 嗯 你知道你的车嫌公司 以什么制度去定制你车嫌的价格 不懂耶 不懂 是不是看车的价格 呃,不知道 呃,不清楚 也不是你自己给 呀,不是我自己给 有有 这样你可以讲一下吗 呃,CV的话是99000 嗯 然后还有其他的我忘记了 呃,这个不太清楚 不知道 也不知道啦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知道这个叫车嫌自由化的东西吗 不知道 哦,不知道 OK,不用紧,不用紧 没有 没有听过车嫌自由化 车嫌什么 自由化 自由化 啊 不懂耶 没听过车嫌自由化 完全没有听过 嗯,没有 好,那谢谢你 所以看来大家都不知道车嫌自由化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没关系你知道吗 呃,不太懂 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措施呢 让Ivo来解释 自由化车嫌费率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一个新制度 目的就是为了移除过去那种固定式的车嫌收费制度 其实呢,这个制度让保险公司能够根据个人消费者的风险 和当前的市场状况去制定汽车保险价格 这一政策变化对消费者来说非常有利 因为它促进了保险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因此保险公司呢 会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务 跟更具吸引力的保险费力来吸引顾客 最终让消费者受益 此外,在这个新的制度 保险公司会根据个人的独特情况进行风险评估 如果你是负责任的低风险驾驶者 你将享受较低的保险费 这会激励驾驶者在道路上保持谨慎 从而减少事故并全面提高道路安全 此外,自由化车险费率还制定了透明的定价 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提高了购买车险的灵活性 你可以轻松的比较不同的保险供应商提供的服务 并选择最适合你的服务 无论你是需要基本的城堡还是额外的保障 这个自由化的制度都会确保你获得最大的价值 那如果你正打算更新人的汽车保险 并且正在寻找多种选择进行比较 那就可以看看Generate 因为他们是来自意大利的知名保险平台 拥有190多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供应商之一 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措施是怎样预做的吗? 那你们买的这个车鞋没有咧? 你们还在等什么咧? 赶紧去做一下research啊 这样子下车你们得及车鞋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更好的啦 没有错,我们下期见 拜拜! Geläch!!"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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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